据香港中平社报道 蔡英文选后接受年代电视新闻面对面专访 被问到有关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2020败选后最近都早上8点多起床 甚至清早5点多到鱼市场视察 台湾敏义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 说此举是穷扣莫追 蔡英文是否觉得韩市长在改变 高雄市民应不应该给他一些机会 蔡英文说这个是一次的改变 至于高雄市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被说服他真正改变了 我们对他是有期待可能性 就是说要看韩的持续性表现 表达出他作为一个市长 应该要承担的这些事情 他都愿意去承担 蔡英文还表示罢免韩市长能不能成功 关键在他自己 也就是他的态度跟他的表现 是不是可以让高雄市民觉得释怀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蔡英文回应称罢免是高雄市民的权利 这个罢韩运动是民间社团发起的 民进党可不可以强制介入说 不要再搞了 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现场媒体人提问蔡英文称 韩国瑜不可讳言 在这次选举里面还是拿了552万票 媒体把他解读成是一个民粹主义浪潮 要用什么来化解民粹主义 他说韩国瑜确实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候选人 因为我们竞选都有一些基本功要做 确实他的竞选方式有传统的那一面 也有非传统的那一面 蔡英文表示 至于那500多万不是民粹的问题 而就是蓝营的支持者 他身为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 当然不是只做800多万人的领导者 必须要是全台湾2300万人 都希望大家与罗娟瞻 我们在选举后作为候选人 都要各尽自己的责任 让我们的支持者能够心情平复下来 沉淀下来 共同面对责任 这也是一个执重者的责任 他表示选举完了以后 不会因为我们拿了817万张票 就把这些票放在口袋里 我们会特别去考虑到817万张的选民期待什么 也会去考虑552万张票 甚至于宋先生的票 我们都应该去考虑 但是还有一个平衡问题 就像年金改革 确实是让一些人受到了影响 冲击 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 大家觉得是应该要支持的事情 在这个取舍之间 要维持一个平衡 冷卫